今天来介绍如何用Stable Diffusion将真人照片转换成动漫风格 我们用图生图来生成 今天用的主模型是Main and Mix 地址我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 先来上传一张照片 OK,这就是我的平时的一张普通的照片 然后将事先写好的提示词输入进来 反向提示词 好,采样方法选择DPM++2S A Carus 采样部数20 重回强度 我们先设置为0.45 整体上和原图看起来比较相似 就是这个大眼睛生成的太漂亮了 我们可以降低重回幅度 这样的话它就会更接近原图 这个就比较像 然后增大重回幅度 这个基本上就放飞自我了 那么在那儿 它就会更加热自我了 可以做到一个顶部 这个次来看起来 可以做一个 这个次来看起来 这个次来看起来